学习佛法是学习佛的智慧 放下执着 而不是以学佛的姿态来执着 人都有执着的习信 习信会不知不觉带入学佛当中 精进学佛难免会有缝隙 习信犹如水一般将学佛中的缝隙填满 看似精进的学佛 执着的心没有放下 执着的心就没有改变 到了目的地 那个楼梯就不要背着了 应该要学习会放下 所以佛法是谈放下 也谈学习 学习不能执着 放下也是告诉我们不能执着的意思 所以佛法大部分的人 所悟的都会不一样 那我代表扁士山 扁士山也是我创立的 社堂法人也是我创办的 这一切都是我二十几年累积的 我所想做的 来邀志同道合的我们的学员 来一起来做孝词的弘扬 真正学佛的精神就是要学习 释迦牟尼佛 放下烦恼 执着 明令等等 让自己越来越亲近 然后用自己所获得的智慧 为自己的人生带来光明 用自己的修行改变命运 让周围的人都可以感受到 佛法的力量 十方新闻 贵文许建议 高雄资产报道 资产报道 中文字幕——YK